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O 很開心又空中跟大家見面了 那這一次是關於整理 昆斯蘭州如果你要使用公車交通卡的話 那要怎麼進行紙超上的加值 我們在這集當中會有很簡單的介紹 那在這本集的當中我們會講解 昆州的這個交通卡的加值機到底在哪裡 以及它的操作過程還有它的邏輯 是怎麼去做使用的 加值過程當中還有哪些地方容易發生錯誤 以及我們要怎麼保護我們的卡片 比較不容易被損壞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畫面當中 左半邊的就是我們昆州的 Translink GoCard交通卡的加值機 那這台機器其實從五六年前發展到現在 機器的外型都一樣沒有變 分別有螢幕以及感應區域取消鍵 以及我們加值的時候如果要使用 鈔票的方式的進閘口 以及下方橘色的收據的出發 大致上整個昆斯蘭州的加值機 設計的都是差不多的 我們把畫面當中的螢幕整個放到 靠近我畫面這邊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進入的地方喔 在昆州呢這個加值機呢 你可以買單次的公車票或去做旅行喔 但是我們會希望大家去買GoCard的原因 是因為就像台灣一樣 有一張悠遊卡或是i-pass 是非常方便的去做上下車喔 那所以呢我們這一集就是以講解使用GoCard 未來你要在澳洲昆斯蘭州長久生活的話 在尤其是在都市當中有一張GoCard 上下公車確實是比較好的喔 好那我們就來看呢 我們看在F區域的卡片加值這邊喔 它就會寫一個GoCard 那分別是呢 Adding the value 加值 Check the balance 檢查於而 Buy a dog or GoCard 如果想要買一張全新的GoCard 那這台機器呢是做販售的喔 好 假設呢我們呢有一張卡片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要怎麼去把它做加值 我們就點選最上面那個叫做 Adding value 加值喔 接下來呢我們看藍色框框的步驟一喔 就是所謂的Adding value 我們用手指把它點下去 就是進行卡片的加值喔 第二步驟呢我們將手中的GoCard呢 放在黃色的感應的區域 感應的區域上面會有一個叫做 Touching car Touch car的部分 我們把它感應上去 接著機器會去讀取你這張交通卡裡面的一個資訊 步驟三 當卡片讀取成功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你的卡片 像GIN來說我買的就是一般的大人的卡片 也就是成人卡喔所以是Adult 那這邊呢螢幕就會出現一長串的數字 好幾個按鈕喔 從最便宜的十塊錢到最多的四十塊喔 有好幾個不同的集聚的方案 那我在這一次的畫面當中呢 是實驗我要加值十塊錢的步驟喔 所以我們就選擇卡片的這個加值十塊點十元 那在步驟四的時候呢 當你選好十元的時候呢 他步驟四就會告訴你 我們現在呢可以準備把你的鈔票放進我們的機器裡面去做辨識喔 那我們在步驟五這邊喔 我們鈔票呢一次呢只能放一張喔 而且你的這個鈔票呢必須是平坦 沒有畫奇異筆或是任何污損的情況下 機器比較容易讀得到 另外要提醒大家 因為澳洲的鈔票是屬於塑膠的材質喔 他非常的黏 所以很有可能有時候呢是兩張的鈔票會黏在一起喔 所以大家在放鈔票之前呢 一定要稍微揉一揉 就是用手去摩擦他的表面 確保機器不要被多吃錢進去喔 好嗎 接下來我們就看步驟六喔 當我們把紙鈔的十塊錢放進機器 讀取完成之後 在畫面就會直接又跳回這個步驟 我們在步驟七我們細部放大螢幕喔 就是出現這樣的一個符號 告訴你你的卡片呢 請你再把你的卡片重新放回到 步驟八的這個黃色感應區域 也就是把加值好的錢 重新的寫入在這張交通卡片當中喔 那寫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移開喔 但是這邊呢要小心喔 步驟八呢 因為這個昆士蘭的這個加值機呢 常常會有這個意外的驚喜喔 所以呢大家卡片呢靠卡上去的時候呢 大家一定要內心數七秒鐘 你再把卡片移開 並且移開之前確定他的畫面已經是出現步驟久 問你要不要印收據 這樣子你才可以安心的把卡片移開喔 為什麼是七秒鐘呢 因為GIN呢在昆士蘭呢好幾個公車站 我有做一個統計調查喔 這些當地的Local的OZ 常常加值失敗的原因喔 就是因為他們個性有時候很著急 第二可能這個機器呢實在是太不靈敏 或是常常故障 導致他們就是加值失敗或是發生錯誤喔 所以呢我去觀察這些當地的居民成功的案例當中 他們都乖乖的把卡片在第步驟八的時候呢 至少持續八秒鐘不動 那你會很好奇有些時候 為什麼明明就是已經靠了很久卡片 可是畫面是乎卡著喔 這時候呢以澳洲人的風格呢 我們不要急著離開 我們卡片持續放著 直到機器自我修復恢復正常 我們再把卡片拿開喔 好如果這時候呢順利已經加值成功了 我們就記得按步驟時的yes 我們要印取收據喔 把收據印下來留好喔 那在當時呢 加值完畢之後呢 你的畫面呢也會出現告訴你 你本次加十塊錢 卡片裡面的總額是多少 都會顯示在藍色螢幕上面 這是第二次你可以檢查卡片是否有加值成功喔 接著我們來到步驟十一下面的這個橘色票卡 拿取我們的收據起來 我們可以還有第三個方法去檢查 到底有沒有成功 答案是看這個收據的部分喔 收據上面會告訴你幾點幾分 幾月幾號 你加值是現金多少錢 以及這台機台的正確位置是多少 以及最後這張卡片 到底總額是總額都會顯示在上面喔 所以呢有了兩次的這個檢查步驟呢 我們可以確保我們加值的錢呢 都有正確的進入到我們的交通卡裡面喔 那大家注意到步驟十二的紅色框 俊銀有把它框起來喔 這個加值的收據呢 不可以拿來當成車票上下車旅行使用喔 在昆州唯一能夠 呃這樣上下車很方便的只有高卡喔 所以加值證明不代表你可以拿來做旅行使用喔 相關的資訊收據上面都會寫得非常的清楚喔 那很多人都會發現 為什麼加值的過程當中呢 很容易發生錯誤 尤其呢在市中心 梅爾百貨底下的那台加值機器呢 大概是使用以及故障率 以及觸控面板最高的一台喔 因為我每次去那邊加值的時候呢 我總是看到當地的這個白人都打電話 或是對那台機器呢非常的暴力喔 就是因為那台機器真的反應的非常的不靈敏喔 我們觀察他們做哪一些事情導致加值失敗喔 第一個就是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感應的干擾喔 也就是說有的是媽媽幫小朋友充值卡片 媽媽手上拿一張她在加值的時候呢 另外手呢拿了另外一張卡片 兩張卡片太過於靠近機器會被干擾住 另外像現在很多手機也有可能 有一些感應的功能喔 或是智慧型的手錶太過於靠近那個黃色區域 或是你有貼這種防盜金屬的貼紙 或是強力的磁鐵太靠近那個機器 或是本身那個卡片 都會讓整個加值過程當中相當的不穩定喔 另外呢就如我們前面剛剛提到的 澳洲的這個機器呢 有時候呢是相當的可愛的喔 我曾經呢有在就是Garden City的機器加值的時候呢 哎我已經靠在上面了然後他的畫面就卡在那邊 正所謂說的好敵人不動 我們呢也不要動 所以我們就僵持了我就拿一張卡片在感應區域 在加值過程中維持十秒鐘 畫面還是反應在那邊完全我不敢移動 然後那台機器大概等了十二秒 終於恢復正常跳到最後一步 就顯示魚兒我再把它移開 也就是在加值過程當中 如果太早移開 有可能他加了一半就被你切斷了 也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要耐心的等待畫面喔 最後呢第四點是我個人的心得喔 在昆州呢很多的加值機喔 可能風吹日曬久了之後呢 那個面板呢你去點他的時候呢 在你加值之前呢你先試一下手氣 確定整個面板的這個觸控呢 是正常情況下你再進去加值喔 我也有遇過這個加值機的面板 液晶面板的觸控非常的不良 也就是我按加值石塊或到步驟 他就會亂跳到其他的畫面喔 我們在畫面當中可以知道 如果我們想回上一步 是可以按back回上一步的過程嘛 但是這有時候呢 加值到一半你瞬間按取消 那可能會造成機器讀取的不順利喔 所以在加值之前還是老話那一句 先試按看看 如果你覺得這台機器呢 今天手氣非常的不好 或是跟你沒有非常緣分 那你就先不用加值 再去別的地方加喔 好嗎 那大家可以看到喔 GoCart呢也可以線上的去做加值喔 就是避免呢我們可以機器故障啦 有時候呢忘記儲值這個餘額 導致沒辦法上車 尤其是你要上班的時候呢 可能遇到GoCart每月沒錢喔 你會跟公車司機上面有點尷尬 因為車上是沒辦法加值的 那另外呢就是卡片呢 經過註冊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自動循環加值 或是單次的加值 如果卡片不剩儀式的話呢 你瞬間登入網站裡面 可以把這張卡片呢直接鎖卡 等你買了新的卡片之後呢 你卡片的餘額呢也可以自動線上呢 直接做轉也沒有問題喔 但這些功能都是需要 將你的GoCart 先事先上網註冊完成才是最正確的喔 那我們很常遇到呢 GoCart呢 常常壞掉或是使用不良故障的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本身這個卡片呢被弄壞了喔 那我們觀察另外一個點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呢 這個GoCart呢 就像是大家的信用卡裡面有晶片跟感應線圈喔 那我們常留意到像是澳洲人呢 有時候呢感應卡片呢 他們在地人呢是比較隨性的喔 所以他們一張卡片呢就直接靠著這個機器喔 非常用力 然後這個卡片呢就直接就像那個洋芋片一樣 被轉扭曲成100微笑曲線的120度喔 那短暫一下是沒問題 可是長時間下啊 你可能會造成這張GoCart裡面的這個晶片的線圈斷裂 而讓你的讀取不正常喔 所以我們的習慣 我自己呢會把這個GoCart放在這種硬殼的卡套裡面喔 並且呢避免放在車上啦 讓他去陽光直曬喔 那像這樣呢就是我實際 你看到就是我在澳洲旅行的時候呢 我都會把我的GoCart放在這種硬殼的盒子裡面喔 好 就像這樣子 好 然後呢如果是你還沒有去澳洲之前 你人在台灣的話呢 我真的是大推你可以去光南喔 光南大批發 就是台灣人小時候最棒的回憶喔 文具採購澳洲出發之前的所需用品喔 呃光南大批發 為你一次辦到好喔 尤其是文具 光南的文具真的是非常便宜喔 等你去澳洲就知道澳洲的文具非常貴喔 好 那你會說 GIN我現在人已經在澳洲 我才看到這個影片怎麼辦 我跟你說不用擔心喔 如果你人已經在澳洲的話 可以澳洲呢 昆州呢 至少有五間以上的大創 Dyson喔 就是可以去找找看這種票卡裡面喔 那另外呢 或是像那個當地的這個澳洲品牌 Office Worker裡面可能也有這個套子 你可以去找一下喔 好那這個是手上GIN呢 就是我去光南買喔 這目前我看到業界最便宜光南 而且還有開發票喔 它一個是2023年賣的才10塊錢台幣 然後它是硬卡片的狀態 這是光南他在賣的 好那我會把這個資訊留在下面喔 自己有空去看喔 啊廠上面給我的錢 我也不想幫他打廣告喔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比較貴一點的是 也有這種比較 設計比較精美的喔 它是有附一個繩子在上面 之類的 那我覺得它是 是不一樣的結構喔 那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 大家想說 GoCart呢 有問題 到底要問誰 是問我嗎 還是問清盤好友 其實都不是喔 那在這個畫面當中 我們已經附好了 包含這個QR Code 你掃描上去 就可以直接帶到 昆斯蘭州正確的網址喔 在交通運輸局上面 它提供了三種的方式 喔 應該是說 它提供了四種的方式 可以讓你去做處理喔 第一個 你可以在澳洲境內打電話喔 是131230 131230喔 或是你人已經在海外的話 你可以打 加6億的這個號碼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呢 你覺得你語言上面有障礙嗎 那沒有關係喔 這個 昆斯蘭州運輸局的這個 GoCart的服務專線呢 你也可以提出你的需求 如果需要中文上的翻譯的話呢 你可以去申請喔 但是這個人數的中文服務的多寡呢 有時候也是要碰一下運氣喔 最後呢 你可以寫紙本的方式 寫信到他們郵地區 郵政信箱 或是第四種呢 你可以寫Email的方式去做聯繫 最後一種呢 是長輩們最喜歡的喔 就是像你跟我一樣 真人之間的互動 真人接觸喔 那在布里斯本呢 有三個地方 有他們直營櫃台 你可以去做洽群喔 更多資訊請你向上 坤士然交通運輸局 Translink GoCart的相關的專責喔 我是Gin喔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喔 那當你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我已經人已經回到台灣了喔 那之前是五月到六月 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在澳洲進行短暫的旅遊喔 因為我朋友在澳洲 他已經要懷孕的 準備要生了喔 所以我就到澳洲去看看他 那你會看到我在 錄影的畫面當中呢 我可能整個手臂已經流汗流 非常嚴重喔 因為這時候呢 昆士蘭洲呢 是非常乾爽的冬天喔 只有十度 尤其是在七月份的時候 昆士蘭洲呢 布里斯本真的非常棒 就十度乾爽的天氣喔 那我現在人在台灣喔 那尤其是在南部這邊 艷陽高照 氣溫已經到了三十六以上 非常非常的熱 所以我回到台灣之後呢 大家皮膚有過敏了一陣子喔 那更多的影片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希望這影片呢 有幫助到您 我是Gin 下次與您空中再相見囉 掰掰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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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